口业的可怕 切莫乱评论学佛人 作者 福安谷观音阁 以前我遇到一个女的 她口业不好 生气起来 就骂她婆婆 她婆婆是吃素念佛 她就骂她婆婆 性格差心不好 还学佛吃素 这魔一骂呢 她脸上就长了痘痘 很多 她脸上有痣 别人去点痣 都不会留下伤疤 她因为骂人 就留下了疤痕 她说 她也是学佛 有念大悲咒 我说 你念大悲咒 还有嘴巴骂学佛人 这样子所有的恶报 就会很快现前 她说她笑小姑子 说小姑子的眼睛小 然后自己的眼睛 也慢慢小了 以前她眼睛是很大的 我说 学佛人千万要记住 口叶太可怕了 有的人说 人都做不好 学什么佛 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 但要明白 人做不好 代表她有不好的习气 假设一个人来自三恶道的 她自然做不好人 但她有学佛的上根 比如她前辈子是寺院的狗 或者是牛 或者是鸽子 她就有畜生的习气 但她有学佛的上根 要知道 这个佛的上根 是金刚重子 习气好比梦幻泡影 是可以改的 学佛的功德 岂止是习气能够淹没的 在佛陀时代 有个尊者 做了五百世的牛 在佛出世后 他就跟住佛来修行 但他有牛的习气 吃饭时会吃到肚子里后 会吐出来反吃 那他为什么会做牛呢 在五百世前 这个尊者是个修行人 他看到一个沙门吃饭 就笑他 说好像牛吃草一样 因为这个恶口 他就做了牛 五百辈子 知道释迦佛成佛后 才成人修行 对出家人 对学佛人 千万不能恶口 哪怕对方习气多重 都不能笑他 众生业力千差万别 但学佛 就有这个佛的金刚重子 好比两杯水 一杯水很轻 代表这个人习气很轻 业障小 但里面墨有宝珠 这个宝珠就是佛的重子 那另一杯水 很浑浊 里面有宝珠 因为太浑浊了 你也看不到宝珠 你说 佛会赞叹每一杯水 佛会赞叹说 要有宝珠的水 有宝珠 水有一天会清澈 好比说众生习气会慢慢减小 但墨有宝珠 哪怕再清澈 有一天会浑浊 好比说福报很大 习气很小 升到天上 也有堕落的一天 佛在经中 特别赞叹学佛人 哪怕犯了五逆十恶的罪过 但他有佛的重子存在 有一天一定会成佛 法华经说 若人散乱心 入于塔庙中 一称南无佛 皆共成佛道 只要称念一生佛 就能成佛 所以千万不能轻慢 不能以习气 以世间的善事 世间的成就 来衡量出世间的功德 佛的功德不可思议 念佛就得到佛的功德 大家见到举止不如法的修行人 或者学佛人 都不要轻易的去评价他 好比网络上批判净空法师 你想看 我们有什么资格批判 这都是损福报的 那佛弟子要捍卫佛法的崇高和伟大 也不要觉得自己修得好 在佛陀看来 我们修得哪一点好 其实算什么呢 好比你从高空上看城市 有的建筑高一些 有的建筑矮一些 你再往高一点看 远了 建筑高矮都莫有区别了 众生习气的轻重 在佛陀看来 也是莫有区别的 但这个佛的重子 很重要 在佛陀看来 应该是是 新制限的 这都是 有它的 逻辑 有 有它的 有